小桃桃说娱乐 小桃桃说娱乐 纯净下拥抱冰岛 在火光煞气时遇见绚丽极光 旅行是一次放空 远离城市的喧嚣与高压 挖掘被我们遗忘的简单快乐 在世界的尽头 人烟稀少 生活安逸 节奏放缓 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震撼 使我们去面对真实的自己 在小编看来 他俩都是娱乐圈的另一类 在世俗眼中 这世界上的人被分为两种 一种是适应规则生存 并最终成为规则附庸的俗人 而另一种人则是想要打破规则 按自己心境存活的人 他们不停地跟命运抗争 在家缝中寻找生存的曙光 前一种人 他们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则 等到他们成功的那一刻 他们便开始代言整个世界 呼吁大家要像他们一样聪明地活着 不然必将会在消亡中死去 而后者则努力前行 他们不为黑夜 为了等待黎明 他们用自己的勇气战胜黑暗 小编非常敬佩他们 节目刚开始 阿雅 白举刚和赵丽心 他们坐在车上探讨着自己的人生 路途行驶到一半的时候 他们被冰到这种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所感染 他们感叹着大自然的归附神工和人类的渺小无知 路过一个水流急缓的山坡时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条大腹部 从高处倾泻下来 赵丽心说 真想进去泡一会 白洗净皮被牵华 节目的最后他和白举刚真的跳入了零下几度的水中 他们在水中憋气比赛 那是真的快乐 赵丽心是一个实力派演员 精通各个国家的语言 身上带着文人艺术气息 他在节目中深恶痛击现在的娱乐圈 指出现在的娱乐圈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不再是一个艺术表演的神圣领域 人们变得现实 圈中的人开始各种站队 开始拉帮结派 不真诚相对 为了名气采取各种形式 没有下线的炒作 这些现象玷污了艺术本身 大家一门心思捞钱 真正热爱表演艺术的少之又少 谁也不会在乎你对演技的理解 对台词的熟练程度 看重的是外表 是带来的收益 也并没有想着如何将艺术发扬光大 不会认真的去钻研 白举高对赵丽心老师的观点也很认同 因为他也是专注创作音乐 不炒作的歌手 白举刚喜欢种菜 喜欢收养流浪猫 喜欢果树 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生活习惯以及思维模式 都是深受父亲影响 并且以父亲是一个厉害的维修工为傲 这时候的白举刚眼神坚定并且有力量 而说到父亲为自己放弃去日本的机会 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生活在没有父亲的环境里时 白举刚眼神又变得柔和 父亲在他生命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白举刚很热爱音乐 他向往更多的人能听到他的歌声 而且会一直坚持走下去 这可能就是父亲给予孩子一生一世的力量 白举刚言辞恳切 态度真诚 让阿雅和赵丽心感动不已 小编也希望看完节目后的观众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目前所走的路有没有走篇 如果走篇 可以重新出发 一赏就是我为大家呈现的娱乐资讯 很荣幸各位看客可以看完这篇文章 你们的点赞和评论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在此非常感谢 爱你们 如果大家不嫌麻烦可以介绍给您身边的朋友 帮忙增加点人气 感谢各位的支持 文 文